所以就译了这本书 它也是Gordman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著作 为了让大家呢 就是对这本书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外延的理解 所谓的领读呢 我就简单先说一下这本书的一个背景 跟这个Gordman的一个整体思想框架 然后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 对这本书的理解会有所延伸 或者说因为Gordman的这个作品的一个特点呢 是他具有很强烈的一个分析哲学的 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说技术性 尤其是他本身也作为一个逻辑学家 所以说对技术性的要求也比较高 因此我们大家前期可能都了解了这本书 这本书中很多的这个考察都是非常细致 包括对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符号系统 它的一些细节上操作性的这样一种考察 都非常充分 所以说我们我当时读这本书的第一印象是 我能看懂它在描述上 但是我们往往会因为这些具体细节的这样一种考察 而反而忽略了 他Gordman真正要考察这些具体的考察背后 所以要想说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统一起来就相对比较难 因为这本书呢是1968年 Gordman发表的一本书 对Gordman这个人呢 因为前期的关于哈佛大学当时分析哲学的这一个流派来讲 拥有太多著名的人物了 包括快音这一大拨人 然后很难去有人把Gordman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用美国哲学家韦斯特的话来讲 他是就是美国哲学的另外一个哈佛家长 就是把他和快音跟罗尔斯像这一拨人就相比而已 但是总体的学界的对他的关注和研究 可能是滞后于他的地位 尤其是在美学这一块 因为在美学这一块呢 Gordman整个他对他的评价是分析美学 斯特家就是Gumbridge跟这个沃尔海姆像这些人 而且这个艺术的语言呢 也屡次被国际的这些丛书 就是美学丛书里面 都被挑出来作为一个代表人物著作 甚至有人很夸大其次的说 他是现在西方分析美学的第一手 这个当然有所偏颇有所偏爱 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地位还是非常重要 那么Gordman这个人呢 他之所以在每一个领域中都会被关注 但是又不可能在一个体系化 这个哲学家的行列里面被过分关注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他涉猎的领域太多 而且早期有一点不学无术的感觉 就是 各个方面都会有 但是呢 又没有专一的 把这一个方面的东西 就是做的非常长时间 他从28年开始 一直到他博士毕业 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在经营着一个 叫沃克·Gordman这个艺术展览馆 就是做馆长 所以说他一生对艺术的这样一种实践啊 艺术理论呢 艺术收藏啊 都有着特别浓厚的一个兴趣 然后一直到1941年 他的博士论文才提交 才获得部署学位 在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他都要比他同时代的这些思想家们 你就晚了稍后几年 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职业的整个的流程呢 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大学教授 所以说 只有到了 就是50年代 40年代末 那么他的著作才陆续的被出版 就是第一本著作 别像的结构啊 然后一直到60年代 古德曼的研究呢 就从原来最初的这种 维安娜学派的逻辑 这一块 那么就转到了整个符号学跟艺术这个时期 其实我也是把他认为 这是60年代呢 是古德曼的一个 第三个的研究的 一个创作的一个核心期 那么整个这一本书呢 是从62年 他被邀请主持洛克讲座 那么洛克讲座里面的六讲 六个讲座 这个内容就构成了现在的艺术的语言 这一本书的一个主体内容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出的是六章 这是六章 也就是他六个讲座 那么当然 68年出的这一本书之后呢 古德曼后来 又在其他的这些论文里面 还有包括后续的一个延伸 就是我意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 就这本书的一系列的东西 又补充在了这个76年出的第二本 现在我们可能拿到的 我现在书里面就是 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113年 就是彭峰老师翻译的这个第二个版本 因为90年 除了为先生翻了第一个版本 那个版本呢 可能因为当时对他的研究 也有一些 粗浅 然后很多的这个译法 跟表达 也都没有把这个艺术的语言和 古德曼的整个思想逻辑体系结合起来 但是后来呢 争议也 消有争议 因此第二版呢 就是现在我们拿到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最早呢 是 是KM的美学所的刘亚迪老师 是搞分析美学的 他主持的这个美学艺术丛书 我印象中他是09年 08年 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去再重译这一本 因为 高德曼的著作权呢 他九本著作 现在六本在我手里 在我手里 《诗诗序》 一次出版 然后艺术语言 这个是原来已经出来了 然后还有那个 我译的另外一本书 那本书呢 是上海艺文出版社出的 现在其他的这几本书呢 版权 我都已经跟这个 另外一个出版社 三连出版社 已经给他们就签约了 所以说可能这几年呢 陆续的会有他的其他著作 都会被翻译出版 这个就是09年的时候 当时去让我译的时候 我当时是很 很很胆怯 就不敢涉及这一块 这一块太复杂了 译着很难 因为彭峰老师呢 是美学大师 每个大家专门去做 生理美学的 所以说 后来彭老师就把这本书 译出来 但是 跟我去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可能还是有一些 小争议的地方 包括译法 这个咱们走到哪一章 咱们就说到哪 说到哪 这个 是这个书的这个 大致的一个简单介绍 但是问题是在于 怎么样把这本书植入 Gordman 整体哲学思想来去理解 这里面 因为我没办法在这里面 长时间的去 去说这个 旁白式的东西 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后记者 彭峰老师用了一句话 我们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我看看这句话在里面 就是一后记里 是在第207 如果大家有这个书的话 第三自然段 他用了这个 Mailer的一个区分 说如果我们将 迄今为止的哲学 分为前现代 现代和后现代 三种形态 那么古德曼的哲学 属于典型的后现代哲学 这句话我是存在质疑的 在这里面 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定位 在后现代哲学 就直接和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 跟这个新实用主义的 罗地 这些思想家就并列起来 但是我反而可能 更多的倾向于 它是介于现代 和后现代之间的 或者是它是从现在 在蒙鲁伊朗 通向后现代的一个路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过一会儿呢 我们再讲到 它的第五章第六章 我们再具体说这个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给出这样一种评价 是有它的理由的 就为什么把它 归结为后现呢 因为 古德曼的思想整个呢 我们尽管没办法 去一大的时代 给它划分 但是它确实 它的思想表达了 对传统西方哲学的 或者是各个层面上的 一个巨齿 那么尤其是分析哲学 因为我们知道 分析哲学的一个 基本的框架 一个基本的逻辑之称 是分析和综合的区分 但是在郭德曼这儿 它是被拘尺掉 就是分析和综合 是没办法 进行区分开的 当然 我们也知道 有很多的哲学家 比如说鲁伊 这个建议论的教条 然后包括 这个匹兹豹学派的 对所以神话的巨齿 还包括 德维森的形式和内容的 二分法的巨齿 一直延续到 后来的帕特纳 他就是事实和价值 二分法的崩溃 其实这中间呢 就包括 郭德曼跟怀特 我们忽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也都以不同的方式 表达了对分析和综合的巨齿 那么最集中的体现 就是郭德曼那篇论文 论意义的相似性 论意义的相似性 那么这说明呢 郭德曼的符号哲学 或者叫分析的 一个支撑性的 这样的一个符号的解释 并不是经典分析哲学 所讲的符号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他在符号的这个范围上 都大大的拓展了 他最起码 他不仅仅限于一个语言符号 一个语言符号 因此 如果说经典分析哲学的那个分析 还是以语言符号为核心的话 那么郭德曼的分析 就已经远远脱离了 以人和语言 这样的一种连接的 这样的一个范畴 框架内的那个符号 那么这是一个 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 因为过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就是怎么样去拓展 这是一个就是区分于分析哲学传统 另外一个呢 郭德曼他的一个立场是唯明论的 这个可能 大家也都多多少少 都去研究过 郭德曼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里程 也就是说 因为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 是基于本体论意义上的 时代论的考虑到 就是大写的时代论考试 那么威士论的话 那么他更多的是唯明论 而且他的唯明论又不是 中世纪哲学意义上的那个唯明论 和唯士论 我们说就比如说奥康姆踢刀 我们就要踢到了时代 但是郭德曼的唯明论 其实是对类的拘致 它的一个特征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 你只要是两个 两个概念 那么它的外延性的这样内容是一致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比如有类 我们说 一颗柳树两颗柳树 那么我们给它归结为这个柳树的这个类 那么这个类的尸体 在郭德曼这儿是被拘尺掉的 它并不是一味的去拘尺所有的抽象的东西 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不拘尺实在 但是它就是说那你类计算方法 所产生的太多的这样的一种尸体 其实在我们的符号分译中是没有用的 就是对于我们世界的理解与构造的过程中 这些东西是没有用处的 而徒增我们的分析的这样一种 这样的一种力量 所以那么所有这些类产生的这些所谓的尸体 被认定为的尸体 那么在郭德曼那儿是不能被允许的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包里面 有一块蛋糕 一个苹果 那么那只要这个框里面 无论这个苹果和这个蛋糕 怎么样的方式来去喝在一块 你怎么样去解释 那么它都是一个东西 但是当我们习惯的人说 一个蛋糕一个苹果 当我们去说的 它不是一个人 或者它不是一个有精神的 它是一个镜物 那么如果把它放成一种镜物 那么这个镜物中间 它们的相似性就过通了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 在郭德曼那儿是不被承认的 是不被承认的 这是它的一个主体的一个立场 因为这个立场很关键 因为在郭德曼谈及符号的时候 谈及这个指称方式的时候 它从来指的都是它的实际内容 那么除了这些实际内容之外 一切我们人为赋予的那些意义 和所谓的那些抽象尸体 那么这儿都没有任何指示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立场的话 我们再理解它谈及的这个指位 就是denotation 包括那个例证 exemplification 那么这些指称方式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理解 郭德曼的这样一种说法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关于世界的构造 这个是它的构造学说 那么按照郭德曼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是符号的动 人是符号的动 那么人的理性就是在于 他使用符号 那么因此 对于人所有的一切 那么都是符号 我们使用符号去构造出来 去构造出来 而不存在 我们说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大写的那个世界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个唯一的那个世界存在 因为那个东西 我们跟我们不相关 没有意义 因为它不和我们发生关系 我们唯一发生关系的 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 作为人来讲 它是一个符号的动物 它是我们使用符号 然后用我们的意义去充实的一个世界 那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整个世界是被我们使用符号 去构造出来的一个世界 那么因此呢 对于传统的分析哲学内 一个基本的框架 是构成了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 在原来的这个语言里面 我们有一套符号系统 是单列 那么这个符号系统 是对应于一个世界系统 那么每一个符号 它的意义所指 都可能和一个对象 一个世界那个固定不变的对象 那么相关 而且他们这个语言的用法 语言的使用 语言的意义 可能都来自于那个对象 都来自于对象 但是相反 我们在这两套系统里面 在Gordman这儿 是不存在的 它不存在一个 意义对应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说杯子 这个杯子的意义 不仅仅就是指这一个 就那一个对象 就那一个杯子 因为那个杯子本身是不固定 而且我们符号的意义 本身也是不固定的 而且我们对于符号的使用 也是不固定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 一个严格的确定 和标准去证明 那么这个杯子 这个符号的意义 就是来自于那个对象 就是指的 完完全全那个对象 那么这个可能是 它的构造理论的一个 一个立场 大概 这些立场可能是 直接会影响到 我们对这本书的一个 一个了解 或者一个阅读 我就简单的 把这个背景 就说到这儿 就说到这儿 下面呢 我想简单的围绕着这本书吧 这本书的这个六章内容 给各位同仁就去汇报一下 我的一些理解的想法 因为这个六次讲座呢 严格意义上 他并没有按照 郭德曼当时的这个 洛克讲座里面的顺序来排 因为在这本书的第一版的 出版前面呢 郭德曼曾经在一个访谈中 这本书一出来 开了好几次座谈会 当时 开了好几次座谈会 那么参考的资料也很多 后来这个二金教授呢 这是郭德曼的一个 一师一友的 而不是 一学生一友的 这个 一个哲学家 哈佛的一个教授 他就在 说 其实艺术的语言 这本书的这个六章的 逻辑次序是 稍微是有一点乱 稍微是有点乱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从这个六章的 这个结构啊 比如说第一个 载道现实 他其实就考察了 符号的 一个 一种指称方式 就叫指位 就denotation 那么第二章的 图像的声音 他其实是告诉我们的 符号的指称方式的 另外一个核心的 指称方式 就是叫三 那个立识 这是彭老师 翻译成立识 其实我还是 宁愿把它理解为是 立证 就是examplification 那么紧接着呢 在第二章的第八 就隐喻 其实从图示转移 到隐喻 这个其实是符号 理行自己的 符号功能的 另外一种 指称的方式 这种指称方式 它不是严格 它其实就是讲 那么我们有指位 有立证 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在 另外一种意义上 就是隐喻的意义上 而不是名誉的意义上 去使用这样一种指称方式 那么其实这前两章 重点都是在考察 这样的指称方式 但问题呢 在这两章中间 又随着对这种 指称方式的考察呢 就直接进入了一个 对艺术的诊断 就是我们在原来在讨论 这个符号的指位方式的时候 尤其涉及到艺术领域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在第一章 他就讲到什么是在线 然后在第二章 第九 又讲到什么是表现 那么 其实每一种方式都和 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一种批判 每一种这样的一种 对传统艺术领域中 问题的这样一种诊断和解决 都是和他所描述的 这种指称方式 是直接相对应的 但是我们又会发现 你比如说讲隐喻的时候 讲表现的时候 它不仅仅涉及到立场 也不仅仅涉及到隐喻 那么它是一个综合性 是一个综合性 但是呢 我们这一本书的一个题目 就是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 所以说这种对符号的 指称方式的考察 其实仅仅是构建 它的一般符号理论的 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但是到你看第三章 它紧接着就讲了 一个一回真本 它其实这一章呢 是对第四章 技朴理论的一个应用 是最后的应用 那么但是呢 它再放在这呢 这个第三章呢 它是把它作为区分艺术作品 就是确定艺术作品统一性 来去鉴别艺术的真品和赝品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把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切入点 来切入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某种意义上 能去分开 艺术的真品和赝品 有的地方就分不开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赝品 什么是真品 那么它讲了一大套 讲完了之后 它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能 有的能去分开 有的能去分 也去分不开 比如绘画 比如音乐 它就去分不开 那么绘画是怎么去分开的 然后它把这些问题 抛出来之后 它直接进入了第四章 就是我告诉你 有一个技朴理论 为什么 因为每一种 每一种艺术形式 都是不同的符号系统 而每一种不同的符号系统 都有它的特点 而这个特点归属于 它到底是技朴的 还是非技朴的 比如说音乐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技朴理论 那么绘画 它就不是一个技朴理论 然后在这样 不是一个技朴系统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考核 考核之后 它在第四章就给出了一个 什么是技朴的一个条件 比如句法条件 语义条件等等 它给出了五个条件 然后它在按照第四章 给出的这个技朴系统 技朴理论 然后逐一去考察 第五章 就是乐谱草图手记 这个就是纯粹按照 技朴那个系统的特点和要求 来去把所有的这些艺术形式 基本上都考察了一遍 每一个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到底是还是不是 区别在什么地方 自身的统一性来自于什么地方 等等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感觉了 应该是第四章 才是这本书的一个 一个核心 那是它的技朴理论的一个 一个核心成分 其实第一章第二章 跟第四章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 第一个是指成方式 然后给出一个技朴系统 那么第三章是一个引子 是技朴系统这个理论的这个引子 但是中间呢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我刚才说了 比如说对在线 对表现 对隐喻 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架杂着对传统的 艺术理论中 关于某些问题的一种质疑批判 而这种批判 其实 在对这些东西解决的过程中 它已经用到了第四章 技朴理论的一些东西 它已经用到了它 它所最终要建构的这个 这个一般符号理论的这些核心内容 但其实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还没有给出 还没有给出这个一般的符号 符号理论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逻辑的倒挂在里面 这个是 是一个 但是到第六章呢 它在考察了所有的这些艺术形式之后 到第六章 它其实是做的这个艺术本体论研究 本来每一种艺术形式 通过这个符号理论 进行了考量之后 你应该 就是按照我们习惯性的这样一种表达 你应该把每一种艺术形式里面的 怎么样去分怎么样问题 所有的审美经验啊 所有的这些 就是艺术领域的这些东西呢 都要给它仔细分析 它没有 它直接就 把整个艺术形式 一下子又过渡到 过渡到更一般的一个东西 你不是一个一种艺术形式 是一个符号系统吗 好了我现在我把艺术本身就当做一个 一个符号 那么同时在构造世界的试域内呢 科学 哲学 艺术 所有东西都是我们构造世界的方式 都是一种使用符号的方式 那么就直接把艺术和科学和哲学 这些东西又规定到一块 规定到一块 在这样的一种 更宽的这样一种 这个试域中 就解释 艺术究竟是什么 那么我们对艺术本身的定义 究竟是 在这里面 他就不仅仅就涉及到 每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而直接涉及到艺术本身 尤其是对审美经验 等等这样的一种考察 最后他给出一个 哦 我们判断什么是艺术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 需要有一个相对标准的 这个标准 就是在192页 这个第五审美的征后 就审美的征后 那么 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是给出的是四个 四个征后 到后面呢 又做了一次演讲 在70年代 中后期出的一本书 是叫 《过大世界的动用方式》里面 他又补充了一个 就是复杂和 复杂的这个指称 指称系统 指称方式 又补了这个第五个 审美中后 但在这本书里面 还是四个 还是四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把艺术跟 科学跟哲学 跟所有的这样一种 符号的使用方式 又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 整体这个书的结论 并没有给出我们 对某一种特殊的 艺术形式的评价 这样的一个 具体环节的描述 就是说 它不涉及到 艺术评价是什么 每一种艺术形式 给我们的独特经验是什么 它的创作 是怎么样 具体展开的 它没有说这些东西 它最后的落脚点是 定义 什么是艺术 或者是给艺术 有一个 类似于定义的东西 当然我刚才说那个话 有一点过分 因为 郭文本身是反对 给艺术下定义 反对给艺术下定义 它是做了一个描述 做了一个描述 那么我们就 这个 这个 彭峰老师也在 这个后继里面 也写到 它其实是关于一个 艺术本体论的 一个 一个讨论 而不涉及 具体操作层面的 艺术评价 艺术创作等等 各种方式 所以说 从 三四五 这三章的一个 GIP体系 那么到第六章 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 就是我们很难 把第六章 艺术本体论和各种 意识形式的讨论 去联系起来 而且如果没有 就是没有 前面对 Goodman这个 这个哲学语境的 一个了解的话 第六章 有一点难 就是有一点困难 因为它表述的时候 我们都能看懂 也都能感受到 它的意思 但是你就很难 把这个技术理论 一般符号理论 去勾连起来 所以说 从第五章 到第六章 之间的逻辑关联 其实不是通向 符号理论的道路 而是通向 艺术哲学的道路 就是我们 如果说前面 从指称 第一章 第二章的指称考察 到三四五 这个核心 那么是通向 一般符号理论的 这个道路 其实这个书的 副标题 到第五章就结束了 那么 到第五章 第六章之间是 这个符号理论 已经产生之后 其实更多的是 通过这样一个 一般符号理论 来去通往 艺术哲学 或者叫美学的 一个路径 那么是在第六章 才开始真正的开展 而事实上 对这本书 整体的争议 讨论 以及表达的核心思想 主要是集中在第六章 就是最后的 购特曼的这个落脚 落实的地方 是在第六章 而且这直接牵涉到 他的美学的认识论转向 认识论转向 这个和传统也是 传统的 艺术哲学 或者对艺术的纯粹性定义 那么冲突最大的地方 所以说呢 我想着根据这样的一个 整个书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呢 我想着咱们抽一下 就是不按照这个顺序来去讲 来去带着大家读 我想着比如说第一章 指成方式 我们讲职位 第二章讲例证 然后直接到八 隐喻 那么我们从 作为符号的这种指成方式的考察 给它放到一块 然后我们当 考察完这个指成方式之后 我们才开始去考察 第一章和第二章 涉及到的 对于 传统的艺术领域中的一些 思想方法 或者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批判 我们再给它规计到一块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到第三第四 第五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因为第三章是个引子 问题的引子 第四章 它的继部理论才出现 所以说呢 我们就从逻辑上 把第四章提前 就继部理论 我们先直接切入到 它的继部理论 然后用这种继部理论呢 然后再考察 艺术的真品和艳品 然后第五章 乐谱草族手机等等 各种意识形式 就是把第四章提出来 其实等于什么呢 我们先考察符号的支撑方式 然后再考察 继部理论 紧接着 我们再用这些东西 一些不同的回答 我们再去考察 那么 最后呢 我们再考察第六章 就是预术理解 我说是两个通向 一个是从符号 通向一般符号理论 一个是从符号理论 通向艺术哲学 通向美学 就是第二个通向 那么我们集中在 第六章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逻辑次序 一个逻辑次序 因为我是根据我的理解 来去 给各位同仁 去 所谓的领读 也不存在 什么领读 咱们就按照 这样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因为这本书呢 其实 内容 也不少 所以说我们也没办法 一字一句的来去做 我想了呢 我是按照我刚才说的 这样一种逻辑的次序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Gottman的一些核心思想 同时呢 一些关键的地方 一些关键的观点 我在这本书里面 在哪个位置 我给大家去 指一下 因为 可能 这本书还是 还是需要很长时间 来阅读 来阅读 但是呢 不是在 说其他的 有一些地方 我还是建议 大家读原本 读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 这个 我手里面这个是 现在是第二版 第二版 然后呢 这个是68年的 就是第一版 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这个原本的 你可以 我们回头可以联系一下 然后我这边看能复印的 去给你 复印一下 但是现在可能电子书啊 大家都能找到 所以说有些地方 我有时候 带着大家读的时候 我尽量把这个我用的 或者是第一版 或者第二版 给大家标准出来 因为第二版 跟第一版相比 是有着一定的变化 就是叶马 跟表述的方式 是还是有一些变化 有些变化 那么区别的地方 就如果是 关系到我们理解 理解他的思想的一个 要害的地方 我给大家指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一带而过了 我就一带而过了 现在如果有同行啊 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 不太好的话 那么我们就按照他的顺序 所以说我是以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 当时就是读了几遍册 我才以这样的方式来去 给大家去读 当时呢 归联系我的时候 我说怎么样去读 怎么样去领读 我说既不能跟研究生 上课的时候 去一点一点读文 但是又不能 大而化之的去读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就 就想到了这样一种方式 来说吧 那么首先第一章呢 再到现实 这个他考察的主要是 指冲方式 符号的指冲方式是指挥 因为在古德曼的 整个符号理论中 首先我们切入点是 他在导演里面说到了 他所使用的符号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是没有任何色彩 一般意义上被使用 他既包括语言的符号 也包括非语言性的符号 比如字母 语词 文章 图画 图表 乐部 甚至还有计量表 长导 他说所有这些具有象征性的 标记 那么他都视为是符号 这本身是古德曼对符号理论的一个拓展 就是符号的范围 以及符号的定性 都被大大的拓展 当然这个我们不是我们这本书的焦点 虽然我们在这里面也不会太多解释 但是按照古德曼的意思是 就是如果我们要对这些符号的样式手段 以及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的各个层面 做一个全面了解的话 那么除了在 语言学方面 就是结构语言学方面进行的广泛观察之外 就需要通过对非语词的符号体系的深入考察来补充 并使得完整 这个是 古德曼在这个本书的序言里面 说表达的这样的一种主旨 所以说他的符号呢 就变成了一个广泛意义上 没有任何色彩 没有任何主观色彩 和价值判断的这样一种符号 那么既然符号是象征性的标记 那么这种象征其实就是符号的功能 而符号要理行它的功能 是通过什么来理行的呢 是指称 就是reference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reference 那么他认为 关于符号的这样种指称方式的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指位 我们翻译成叫denotation 一种是例证 叫examplification 这个 这个是他的一个 因为其实refer跟reference 其实只指称都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用指位 这个词呢 关于我简单说一下 我这关于 为什么用denotation来 作为指称方式的一种 其实Godeman在另外一篇论文里面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释 但是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就没说 他就直接就给他用 那么什么叫指位呢 这在第一章里面的第一 我看看啊 第七页 第七页 他有一个描述 什么叫指位呢 他说 它是指的 一个语词 或者一幅图画 或者其他标记形式 对一个 或者更多事物的适合 他用了这个词叫fitting 叫适合 也就是什么呢 一个符号 它总会有 有一个事物 它两个之间发生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 是一种象征 象征的这样一种关系 这个是他的一个定义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什么才算是指位 或者建立这种指位关系的标准 是什么 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标记 有一个符号 是语言的符号 是杯子 那么他和我手里面拿的这个插杯 他们的象征关系 是怎么被确立出来 他说这个是关键 如果没有这个确立的标准 那么这样一种指称关系就不存在 这种指称关系不存在 这个符号 其实就无意义的 他没有发挥功能 或者叫旅行功能的方式 他说原来我们传统中 确立这个指位的 确立这个指称关系的一个标准 就是叫在线 就representation 这个在线 而且因为就说一个标记 如果在线了这个事物 那么就确定了他的指挥关系 那么这个在线是这样的 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在线 你怎么判断一个标记 去在线了这样一个事物 他说我们传统的用的人们 相似性 我这个符号所表述的意义和内容 跟这个事物之间是相似 那么我就确定 它是象征它 或者它是在线它 但是购德曼在这一节里面 考察的非常详细 他举了很多的例子 但是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不是 相似性不能作为标准 因为相似性本身是反身性 叫reflexive reflexive 它是个反身的 就是对称的 但是在线不是 因为我只能说一个符号 在线了一个对象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一个对象 在线了一个佛号 他说这是一点 所以说相似性不是 他说即使不考虑这个反身性的东西 我们也没办法判断 一个标记 和一个东西的相似性 一个东西的相似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一个东西 我们判断一幅画 相似于一个小女孩 一个一幅向阳画 相似于一个小女孩 我们就说 他只为了她 但是问题是 这幅画并不仅仅相似于 我们说的这个小女孩 它可能相似于什么 其他的东西 你比如画了一个 小女孩 这个女孩又很扯 然后比如说长得 有点似不像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向阳画里面 画了一个似不像 但是我们突然间发现 因为这个小女孩 和那个似不像的那个东西 有着某种雷同性 而这幅画在某种程度上 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在色彩上 像这个小女孩 但是我们在其他的方式上 有可能相似于什么呀 另外一种东西 所以说 这个相似就是 他指定的这个相似的 对象性 并不确切 或者并不真实 它是模糊的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 一幅画 我们认为 相似于某一个东西的 一幅画 很可能在相似程度上 要比相似于 这个对象 之外的另外一个对象 可能更强烈 可能更强烈 因此他说 那么相似性 并不是我们确立 这样一种 支撑关系的一个 一个标准 因此 国德曼在这里面 就说出来了 他说 其实在线 并不依赖于相似性 而确立这样一种 象征性关系的 恰恰不是这样一种 再线性 以相似性为标准的 再线 而是什么 而是只为 这就是 就原来我们说 指撑关系是通过 依赖于相似性的 再线来实现 但是 郭德曼给出的是 他说 其实我们更精确的说 我们就说这个标记 只为了他 而不是 而不是相似性 因此 对于传统艺术领域中的 在线这个概念来讲 只为 才是他的精髓 或者是灵魂 而不是那个 相似性 那么这是 他所说的 第一个 这个 指称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不能细说 不能细说 因为 涉及到第一章里面的 模仿 透视 雕塑 虚构 这后面呢 还是有一种 批判性在里面 我过一会儿 我结合着第二 再来说 现在我们就跳到 第二个指称方式 例证 就是第二章的例识 当然这个是 我们刚才说到了 这个结构 就除了指位以外 还有一种 基本的指称方式 就叫例识 或者叫例证 examplification 尽管这种方式 很少引人主义 但在艺术中 以及艺术之外 它都是一种 被广泛采用的 象征方式 就simbolization 那个方式 但是这个例证 和指位的关系 是什么呢 指位不是从标记 到 那个对象和事物吗 例证是反过来 例证是 从这个 这样一个方向上来的 就是说 它不是从标记 到这个标记 所适用的东西 比如说 我说一个符号 只为了一个事物 它反而说 这一个事物 要怎么样回到这个标记 就我们经常说 A 例证了 B 那么 B 也就只为了 A 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向 但是 这个例证呢 又不能完全理解为反向 因为它不是一对一的 它中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因为我们说 比如说 他把这个 例证的这个 这个实物叫做什么样本 他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样本 这个样本 例证了某一个符号 例证了某一个符号 例证了某一个标记 那么这是一种 相对意义上 是反向的一种指位关系 但 它又不等同意 完全意义上的反向指位 因为当一个样本 去回到一个符号的时候 它可以回到不同的符号 它可以例证不同的符号 比如说 一块布 很柔和的 很软的 这种红色的布 我们既可以把这个样本 作为红色 这个颜色的例证 但同时也可以把它 作为一种布料 一种柔软 那样的一个符号的 一个例证 一个样本 这个是 它考察的这个例证 然后呢 它说无论是指位 还是例证 我们都是在名誉的意义上 用的 就是一个语词 或者一个符号 就在这 但是事实上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很少 用 完完全全意义上的名誉 就是按字面的意义来使用的 其实非常少 而更多的使用的人们 是隐喻的方式 是隐喻的方式 那么他说 隐喻很显然 跟字面意义是 对着来了 相对应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在更多的意义上 去使用隐喻 而不是这个名誉的 因为名誉 它有指向性 而且这样 这样一种 一种指向性 指位的东西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的语言 使用习惯 和语言规则的 这个确定下 它是确定 但是这样一种确定性 只能让 这样一种 重复 或者叫 叫 叫模仿 叫被动的 这种再现 那么 让它陷入更大的困境 反而我们在艺术的创造过程中 我们更多的使用的是一种非字面的意义 是一种隐喻的意义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他说 所谓的隐喻 其实就是教我们 使用一个旧语词的新方法 就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使用这个语词 他说 当然他给出了很多 比如说他在讲图示 转移 他说 你看 一个符号 他都隶属于一个符号系统 那么这个符号的意义和所指 其实是和符号系统直接相关的 因为这一个符号 它处于不同的符号系统 都可能是指向不同的东西 有不同的职位和例证 但是 当这个符号系统本身发生变化 就是我们原来从A符号系统 给它转换到B符号系统的时候 那么这个概念的意义 也会发生变化 而这样一种意义的变化和转移 其实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把它看作是隐喻 但同时 它指的是人们 是一个符号系统的发生变化 就是图示 转移了 一个图示 一个领域 转移到另外一个图示 就转移到另外一个符号系统 所表达的那个图示里面去了 所以因此你看 他在下面 他就说到这样一句话 就是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 征服了一个新领地 是图示转移了 概念变迁了 范畴也转让了 范畴也转让了 就这样的一种 他把隐喻 在某种意义上 他不理解 不理解为 是名誉的一种 反向形式 他认为隐喻本身 也是一种支撑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好像是 你原来一个符号 指向了一个对象 我们说这个名誉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一个隐喻的对象 指向的不和名誉差别很大 我们就判断这个隐喻是怎么样 是错的 这样一种概念的使用方法是错的 但实际上在 Gottman这儿 隐喻跟名誉 尽管是相对于字面而言的 但隐喻不是以名誉 的方式 或者是不能看成是名誉的一种省略 也不能看成是按照名誉 所进行的一种 有正确性 或者有正确性预设的 与此使用方式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什么样的隐喻是好的呢 如果是按照Gottman这个前提 那你不以名誉为标准 那你就可以胡乱用了 这个符号就可以胡乱用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 那么隐喻 如果它是 这个非字面医的使用 那么非字面医的使用的 这个范围就无限宽大 怎么样来判断 这样一种用法 这样一种隐喻的方式 是好的 或者是正确 Gottman给出的标准很简单 给出的标准很简单 他说 判断一个隐喻 只有两个标准 一 新奇 因为你一个隐喻 如果说你按照字面意义上 传统的用法来用了 它不叫隐喻 第二 适宜 就说我们这一个隐喻 如果把这个词的这种方式 用的正确 与否 不在于和名誉指向的 那个标准 是一样的 而在于它适合 比如说 我现在在国画里面 我画了一幅画 这幅画呢 有这个残留 有凸合 有残合 有凸流 这个颜色是灰蒙蒙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隐喻的表现 是人的 是一种伤感 那么这样一种悲伤 只要是我们 在这样一种语境中 我们身处的这个语境 跟这幅画的这个语境 他们实现了 这一种系统间的 适合和匹配 那么我就说 这种隐喻是正确 是好的 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哥们得出来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 就是说 其实我们判断 一个隐喻用法的 好和坏 不仅仅不是以相似 以和名誉的相似 为标准 反而是创造了 某种相似性 你比如说 悲伤的情绪 和内幅幻 它们之间的相似 并不是我们的标准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创造出来 所以说 他说一个隐喻的有效 与否 它取决于 这一种语言用法的 新奇与始合之间 是否达到了一种平衡 也就是说 和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传 我们脑子中的意义系统 和我们的理解 和当时所出的 这个语境 和系统符号 所涉及的图示 到底之间 如果不产生冲突 如果容易被我们接受 那就够了 那这个隐喻就是有效的 就是有效的 这就是他给出的这个 三种这个 这个指称方式 那么紧接着 按照我们 刚才设定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结构呢 我直接从这个指称方式 直接涉及到他的继部理论 因为前面是考察的是 单个符号 一个符号 它的指称 理性功能的方式 但是所有的符号 都不是单一并行的 都不是单一的 都是合作的 所以说都可以是 在一个符号系统中 都在一个符号系统中 而且这个符号系统 对这个符号的指位 这个指称方式 发挥的这个功能 是在某种状态下 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因为很简单 他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说这个符号的 这样一种功能 取决于 它所在的符号系统 你比如我们说 我们现在 我桌子上有一个茶杯 然后我这个茶杯 我一推 在某种意义上 它可以象征一个 足球运动员 在足球场上跑 因为这个杯子 它是在滑行的 但是我们说 这个杯子 在这个桌子上滑行 它也可不象征任何东西 我们就做了 我就做了一个洞窟 就把这个杯子 穿下推了一下 他说 这个象征是 完全取决于 这个符号 它处在什么样的 这个符号系统之中 那么比如说 哥特曼举的这个例子 很好 就是很有意思 他说两个圈 就是两个欧 欧字型的那个零 咱们这本书 我看在底级 他说 这个它可以是一个 英语系统中的字母 就是欧 它也可以在一幅画中 代表一个孤儿的 两个眼睛 当这样一个两个欧 并列的这两个欧的 这个符号呢 写在德国 德国一个家庭的 一扇门上 他表示 这扇门后面房间 是一个浴室 他说 这就取决于一个符号系统 因此 考察一个符号 指称什么 理型功能的结果 效果是什么 首先要考察的是 他说从属的那个符号系统 究竟是什么 然后 这个时候他就说 哎呀 符号系统有两种 啊 GIP和非GIP 但是这里面 并不是说GIP的重要 或者非GIP的不重要 他就把它分为两类 然后就给出了 在第四章的 呃 103页 啊 103页 这个里面 呃 就给出了一个GIP的条件 啊 这个我 我在这里面 我想着 我就不太多解释了啊 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他说GIP的条件 有两种 一个是 巨法的条件 一个是语义的条件 GIP的条件 里面包含两个 一个是叫 呃 character indifference 这个叫呃 字符的无差别性 然后第二个叫 finted differented 就是 叫字符 必须是被有限区分的 啊 因为你不区分 分不清这个字符 啊 分不清这个字符 这是两个巨法条件 然后 这个 这个 语义条件呢 他给出了三个 第一个是 字符的清晰可变 因为 这个和 呃 就是语义条件 语义的 呃 清晰可变 是和 字符的有限区分 和清楚 就是巨法条件的 第二个巨法条件 实际上对应 啊 对应的 另外呢 这个语义条件呢 还有一个叫 语义的分散性 叫 dischenties 啊 这个我也不再具体讲了啊 然后大家就 就 从这个书里面 他讲的很清楚 然后 最后一个语义条件是 有限区分 就是语义的有限区分 啊 因为前面是有个字符的 有限区分 还有这个语义的 有限区分 在这里面我只提醒 大家 呃 注意两个词 为什么他一直强调 有限区分 而不是绝对区分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在 Goodman的 呃 符号 符号学理论里面 一个符号和另外一个符号的 区分都不是绝对的 因为他强调的是连续性 就是符号与符号的连续性 因为一旦符号被绝对区分 那么语义也一定是绝对区分 这个是他的有限区分的一个含义 我这里面也不再给大家多解释了 这个是和他的一个唯明论的 那个立场也直接相关 啊 直接相关 那么他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 呃 基谱 非基谱的这个例子 他说基谱 的代表的一个东西 呃 基谱体系的 就是音乐 啊 就是音乐 然后 他后面考察的是 这个草图 绘画 手机 文学艺术 舞蹈 建筑等等 啊 他都给他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区分 但是重要的 就是在艺术领域中里面 涉及最多的就是音乐跟绘画 他把这两个就是音乐 呃 乐谱是基谱 那么 这个呃 绘画 则不是基谱 啊 则不是基谱 过一会呢 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对传统的这个 呃 东西的一个一个批判 而且这个批判呢 我总结了一下啊 现在 这个基谱体系有了 那么 符号的指称方式有了 现在就根据他这种指称方式的描述 跟这个 他的呃 呃 呃 符号理论 来去对传统的 关于艺术领域中的一系列的问题 进行了一个诊断 我把它叫做诊断 这个比如说 刚才讲的 第一章的 有一个叫 第六 叫再现为 他叫 reprime 嗯 是再现为 再现成 啊 再造成 这个呃 就是他后面这个 把再现后面加了一个is 就是打了一个链字符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他说 呃 我们以前 在讲到再现的时候 总是说一个符号再现了一个对象 其实他讲的是 我们不是对这个 我们使用的这个符号 反而不是对这个对象的一个被动的魔法 或者魔本 啊 魔写 而是一种创造 我们再现出来的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个纯被动的照照照办 而是我把它再现成什么样子 而不是它是什么样子 我把它再现成什么样子 而是按我们的这个再现过程 给它再现为什么样子 啊 他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用一种再现为 他说原来其实我们关于再现 艺术再现 都是一种模本理论 它的基础就是模本 啊 怎么样模仿它 这就是他讲模仿啊 这个 它的原因 他说那个模仿 它的前提是 我要有一个被模仿的对象 因此你要是想模仿 让模仿成立 你就必须让那个对象被确定下来 那么这个对象怎么来确定呢 就是被模仿的这个东西 怎么来确定呢 你比如说 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杯子 我看这个杯子是椭圆的 因为里面有水啊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看这个杯子 他可能 他看到的是黄色的 或者是这个椭圆形不够 或者是另外一种形状 他说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用一个杯子 来去再现了这个杯子这个本身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公认为 有一种东西 是杯子的原有样子 就是杯子的形象 而我们说的这个杯子的这个符号 就是在现在那个东西 而那个东西是统一的 他说那个那个对象 所谓的对象 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呀 传统的艺术 艺术领域里面 在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说它来自于 适当的距离 适当的角度 适当的光线 不需要观测仪器 不受喜好和兴趣左右 也不受思考和理解和主观的 所有意志的影响 那么哥德曼说 谁能做到这些东西 他把它叫做纯真之眼 他说这个对象本身就是纯真之眼 它不属于我们任何人的 能看到的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 这个这个杯子的各种形象之后 有一个确定的唯一的大写的 永远不会变化的对象 那么那才是我们模仿的对象 但是问题是他说 不存在纯真之眼 因为当我们去观看 任何一个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去给出这个杯子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都会掺杂着 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感受 我们背后的意义系统 我们各种各样的background 都在这里面 他说这个杯子也不是被赋予的 你在我 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东西 那么这种纯真之眼 是不存在 所以说 这个在在各大世界的方式的最后一章里面 各大门就引用了康德的一句话 纯真之眼 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心灵也不可能是纯净的 因为纯净的心灵空洞无物 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东西 我们正是用我们有的这些东西 来去让心灵产生功能 产生作用 但是如果这个心灵是空白的 那么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有 这就是他的一个批判 但是呢 传统的艺术领域里面 那么既然这样一个对象不确定了 那么冒法也就没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样一种寻对于西方哲学传统里面 艺术哲学传统里面 他一定要要给出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这种方式就是 为艺术在线寻求一个绝对 确定的标准的这种倾向 始终没有被 没有被抛弃 那么他换了一种方式 他说这种确定性是什么呢 他说你看虽然艺术家不可能通过一个 纯真之眼而获得一个绝对的威人 但创作中所必须遵守的一个法则 却是确定的 艺术创作 什么样 就是透视 透视法则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们所有的事项 与在线之间的相对性 不可能模仿 但 我们在创作这个艺术品的时候 那么正式艺术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遵循了一个确定性的法则 这个法则就叫什么 透视法则 他说这个透视法则 因为它本身是确定的 所以说它仍然可以取代 那个所谓的 那个绝对的 那个模仿对象 而为我们的一切 艺术在线 提供一个检验标准 进而构成一个新版的 或者另一种方式的模板理论 但是Gottman的考察的一个结果 很简单 这个东西也不存在 为什么呢 他说光 它的作用法则 条件是相对的 光束 投射到某一种 对象上的那个一致性 也是 有条件的 眼睛也 也不是静止不动的 我们所有 我们的眼睛背后 就支撑着我们眼睛的 驱动我们眼睛 变化的 那些信念 也是 有条件的 也是 不是唯一的 所以说这一种光学规律 本身也不 也不可能成为忠实可靠的 一个 一个东西 因为投射本身是遵循着 所谓的我们的 一致的光学规律 但这个光学规律 本身也是受相对条件来显示 所以说他说 投射 也不可能提供这样一种 基于在线的相似性的 这样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 那么最后 他得出来的一个 结果是什么呢 在线为 我们的在线 并不是一个在线 在线来的一个 等着我们去在线的对象 确定的对象 而是我们什么呀 我们去创造 一个新的对象 我们画一幅画 我们当画一个 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们表面上是按照 这个小女孩的这种形象 来靠画的 但是 你画的过程中 是融入了太多太多 额外的因素 而这种因素 这些额外的因素 作者的因素 环境的因素 跟当时所出的 各种各样的主观 和客观的因素 都构成了 对这个小女孩 你创造的这个 艺术作品里面的 小女孩的一个 重新的构造 重新的创造 因此我们的在线 不是模仿 不是模本 而是把它再线为 所以在第七 第一章的第七 他用了一个词 叫发明 按照Gottman的 整个制约思想来讲 他说不存在一个 等待着我们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的世界 那个世界是be made 就是被制造成的 那个世界 而所有的世界 其实都是我们构造出来 他用世界的状态 是making 就是我们正在 正在创造这个世界 而那个所谓的 客观的大写的 那个背后的 被我们所认为的 那个绝对的那个世界 其实是我们的理性 构造出来的一个世界 没有人见过那个世界 我们建造的世界 都是那个唯一 世界的变化形式 而是我们通过这一种 各种不同的 我们的使用符号 构造的这个 不同的世界样式 那么给它抽象出来 抽象出一般的 那个东西 我们反而把它认为是 那个固定 那个确定的 唯一的大型的 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 没有 而且那个世界 也是被我们构造出来 也是被我们用 我们的语言和符号 构造出来 这个是 郭德曼 他所一直坚持的 一个立场 也有体现在这个在线上 但是那个 TIP理论呢 关于这个 他的一般符号理论 在第三章 我刚才说是一个引子 这个引子 就是 你确定一个符号 一个艺术符号 因为一种 一种形式是一个符号系统 那么 这个符号系统 整个艺术的功能 是符号 履行 它的符号职能的 符号功能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中 你怎么样判断 一种艺术作品的统一性 就是它的身份 一种艺术形式 这个艺术作品 它有一个 就这个 我们把它 我也不知道翻译成什么 身份的统一性 或者加 就一个作品是他自己 那么这个自己 就是其实我们 把它叫做什么 真品 就真本 那么与之相对的 就是Fallgrade 就是艳品 就是艳品 那么就是真品和次品 的这个 这个东西之间 到底怎么样去区分 他说这是 基谱理论的一个 一个功效 我们就是拿着 这个一般符号理论 来去判断 它的真和假 一个艺术品的 一个 真和假 那么 他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绘画 也就是说 当我们面临 拿到两幅画 一幅画是 五百年前的 比如说 拿一个画家的 一幅代表作 现在呢 我有一个模本 这是现代人 给他画的一幅画 可以乱真的 这个预设就是说 这两幅画 后面 五百年之后 画的这幅画 完全临摹的那个画 画出来的就是 你的肉眼 你的各种 通过这样一种 客观的方式 你已经辨别不出 它有任何差别 你怎么判断 这两幅画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 它的结论是 我们唯一能判断 这幅画为真的 或者主要的 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是 这一个真本 所创作 呈现出来的历史性 没有历史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考古 我们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 它有一个标签 它有一个这 它有一个那 就是说 所有这些 画的这个年代 作者 这些东西 构成了一个历史群 就是历史意义群 我们就把这样一种 历史意义群 来去判断 这两幅画之间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因此他说 即便没有人能够 通过观看 分辨出这两幅画 但 这两幅画 已经在审美意义上 有所不同了 因为 一幅画 有它的历史性意义 意义群 那么另一幅 则没有 那么 为什么我们能通过 这个历史的这个属性 来判断 这幅画的 真假 他说就在于 绘画 属于一个 密集的符号系统 由于这种符号系统 缺乏 惧乏和语意的 有限区分 所以任何一个 细微差别 都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但他们却可以 很容易的 透过我们的观察 因此 在绘画中 决定作品身份的 使作品的 产生历史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作者啊 年代 而不是那些符号 本身被观看到的 差别 那么这是 第三章 他讲的这个 完美的 不完美的 但是与绘画不同的 另外一种 这就是他所说的 两种最主要的 艺术形式 音乐 他说音乐就不一样 他举的例子 我看 他举的例子 在之后一样 他说 比如海顿的 轮轮件上去 他不可能有任何 假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乐谱的手稿 可以被无数次的复制 和演奏 但我们 却不可能 与海顿本人的手稿一样 就是 但是这些复制 即便是伪造的 却与海顿本人的手稿一样 都是这个乐谱的一个实力 因此 我们没办法拿着这个 伦敦江山曲的这个 这个乐谱手稿 来去判断 这个音乐 这样一种艺术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唯一能够 得到一个差别是什么 他演错了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一个曲子 他的这个音符 我错了 他说我们才可能 来去判断 区别在于什么 就是但是对于 就是 一个乐谱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对于 一个话来讲 即便是最正确的复制 他仍然是假的 而不是新的实力 但是对于音乐来讲 你最正确的复制 你没办法判断 他是假的 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区别就在于 他说绘画 是 outographic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 这个 这个 但是 我 按照我的意思 我把它翻译成是自来的 那么音乐呢 他是他来的 叫outographic 就是 区分就是在这 他说一个艺术作品 是自来的 当其仅当 他的原作 与他的那个 艳品之间的差别 是有意义的 之所以是他来的 那么他们的艺术 作品的统一性 是通过对不依赖于 作品产生历史的 作品的例证来确定 就是通过字符本身 来确定 那么这也是 他去区分 这个真品和 和假 真和假之间的 给出的一个 一个判断 就是他的 基普理论 基普理论 当然他后来还考察了 什么 舞蹈啊 还有什么 手机啊 草图啊 文学啊 戏剧啊 等等 他就把这 所有的这些艺术形式 一类归为 就是自来的 基普的 和他来的 非基普的 自来的非基普的 和他来的 基普的 就这样 两种 但是这不是 郭德曼的 主要的这个目的 他的目的 并不在于 去判断 一种 一个艺术作品的 任何假 他关键 他的目的是 引申出第六章 第六章是什么呢 艺术本身是什么 这个里面 第一第二 是在做一个 一个比较性描述 到第三的时候 其实就变成 一个行为和态度 啊 就是艺术本身的判别 已经不再是 一个标准问题 而是一个什么 行为和态度问题 以至于到第四 这个审美经验 就是感受的功能 到第五 给出审美的征后 就是什么是 审美的 啊 这个里面呢 呃 这一章 我想着我 我 我不一一的 给大家就这样 一节一节描述了 呃 我从整体上 就因为 我刚才说了 从第五章过度到第六章 其实是有一个锻炼 这个 就是Win is art 就是Win is art 就是What is art 到Win is art 嗯 这样一个演讲 所以说 因为这个 现在我们拿到的 这个一三这个版本 是没有这样一个论文的 而且加上那个 呃 就Win is art Win is art 那本书的第三 第四章 这都是他后续补充的啊 但是这些东西呢 没有补上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通到第六章 嗯 比较 比较麻烦啊 逻辑上 比较麻烦 嗯 我在这里面 我就 我就把这一些 连着这一些东西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 总体来讲 从前面 无论是符号的 例证方式 还是基谱系统 还是这个 符号理论 其实郭德曼香 给我们表达的什么呢 艺术就 本身就是一个符号系统 艺术 作为一个符号系统 它就要理行 它的符号功能 因此 考察这个符号 理行 符号功能的方式 以及 理行这种符号功能 所受限制的条件 那么对艺术本身的理解 就直接决定了 对艺术本身的理解 因为 原来呢 我们对艺术 来判断 艺术与科学 之所以区分就在于 艺术 比如说 它是非公理性 啊 非公理性 它是取决于我们的审美 它和我们的认知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等等是无关的 为什么 因为艺术和科学的区分 就在于科学 它是属于认识论的 属于认知的 但是艺术属于审美 感受性的 那么因此 我们对艺术就直接 给它一个艺术定义 艺术是什么 那么艺术是纯粹的 是不带有任何公理性的 不带有什么东西 它是优雅的 等等 是旁观者的 那么但是 它把艺术 接定为一个符号系统之后 你突然间发现 哦 艺术跟科学一样 它都是一个符号系统 它之所以区分于科学 是因为 它作为一个符号系统 理型符号功能的方式 和作为符号系统的 科学那个符号 理型功能的方式 不一样而已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直线 一个线段 那么在艺术里面 它理型的功能 就是一个线条 它是构图中的 一个线条 但是对数学里面来讲 在数学里面 它可以 在数学专学里面 在数学里面 它可以作为什么 它是有一系列 可分的点 构成的 就有点构成的 一个数学图示 因此同样的一个符号 就是我们在 在书写的这个记号意义上 是相同的 但是在科学和艺术中 理型的功能 也都不一样 所以它就说 没有什么本质主义的 我非得给艺术 下一个确定定义 比如说 不同意科学 不同意这 不同意那 然后艺术是什么 是在线 是对我们 这个 那个确定对象的一个 没有任何主观意志 和表达的创造性的 这样一个在线 它不具有任何公理性 它不具有认知功能 它就是一个在线 那么所有这些都不存在 是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符号系统 它可以理性艺术的功能 它也可以不理性 比如 一块石头 当我们走在路上 去到一块石头的时候 它就是一块石头 但是有时候当这样一个 我们全把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符号系统 那么 当我们把一块石头 放在 就是一个博物馆里面 那么这个石头 它其实恰恰也是 几百年前 几万年形成的 它也是代表了 某种东西 只不过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没发现这种东西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石头 但是到博物馆里面 你经过一系列的分析 你会发现 它会成为一个艺术 因为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语境中 这个符号系统 理性的就是 艺术符号的功能 比如它指称了什么 它指挥了什么 它力证了什么 它隐喻了什么 因此 按照古德曼的意思就是 我们根本就找不到 我们没有纯真之言 我们没有神的所欲 我们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没有先天的感受性 因此我们也给不出 任何一个纯粹的艺术定义 就把艺术跟科学跟哲学 都区分开了 其实我们追问的 什么是艺术 那是一个本质主义的 一个立场的观点 而我们现在问 当把艺术看作一个 符号系统的时候 我们只是看 一个符号系统 在什么时候 履行了艺术的职能 审美的职能 那么它就成为艺术 所以说它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从what is art 到when is art 就是从什么是艺术 这个本质主义的贵问 一直过渡到 我们去试试看 什么时候是艺术 什么时候是艺术 那么这个对艺术的发现 对艺术本性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与传统哲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西方艺术理论的 这样一个冲突 就直接导致了 各种们给出 那我们怎么样来 我们总要把艺术跟科学要区分开 主要跟它区分开 你怎么样区分 他主要是看审美 然后他给出了关于 艺术的这个审美的争吼 就是四种争吼 到最后在构造世界 多种方式里面 又进一步补充为五种 比如说叫聚法密集 因为在彭彭老师这里面翻译的 他把它翻译成密度 叫density 我还是建议 我还是坚持 叫翻译成密集 它不是纯粹指的一个静态的密度问题 它是指的一个系统的关系 就是系统与系统之间 系统符号之间的这个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 因为如果把它翻译成密度呢 就静态化了 而其实这种密集的这种关系 其实它会变的 它会动的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它时时刻刻都随着这个 符号系统的扩大缩小 跟符号系统的这个语境的变化 都会变化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翻译成语意密集 聚法密集 这个里面我就不再多讲了 比如在审美的证后里面 就聚法密集 羽翼密集 聚法的相对称词 就是relative replantiness 然后包括例证 最后呢 在各大世界多重方式中里面 它又补充了一个 叫什么多重和复杂的指称 叫multiple and complex reference 就是就补充了 这个第五个 这样的审美证后 但是可能大家 在读到这儿的时候 尤其是在第五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到 哥德曼不是不对艺术进行下定义吗 他为什么还要弄出来一个审美证后 作为判断这个艺术的区别于 判断这个艺术和科学和哲学之间区分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标准的 因为争后其实就是病症嘛 呈现出来的状态 这个里面 哥德曼有个解释 但是在这里面解释的 在这本书里面解释的并不清楚 并不细致 在另外的这个书里面 在各大世界多重方式中 跟那个科学艺术和哲学的重视 这本书里面 他都有一个一个一个详细的解说 什么呢 他说这种争后 我之所以不让 不叫它叫做标准 叫把它叫做争后 就是因为我强调的这种症状 或者叫争后的相对性 他说我们只是在相对极群的意义上 给出一个功能 争后 其实就是符号的功能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那么尽管它类似于我们有的一个判断 艺术和区分 艺术和科学和哲学之间的 一个标准 但是其实这个争后 是一个功能性界定 而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界定 我不再问是什么 我只是在问这个符号系统 因为里行了什么功能 而表现出什么争后的时候 我判断为它是艺术还是科学 还是科学 但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在第四跟第六 第六章的第四节和第六节 当讲到审美经验的时候 从第三的后半段 一百八十四也都开始 这里面有个非常关键的 当 哥特曼讲到审美经验的时候 他讲 他讲的这个审美经验 并不是在传统艺术哲学领域中 讲的那个纯粹的审美 纯粹的审美 这个审美经验不仅仅具有感受的功能 感受的价值 感受的满足 而且还具有认知功能 这个是一个突破 就是 为什么呢 他说 这种感受美的这种享受 怎么会具有认识意义呢 认知功能呢 这个时候就加入了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关联环节 就叫 哥特曼把它叫做理解 understanding 我们讲的原来这个认识叫know 或者叫knowing 但是现在他把这种认识功能界定了什么 理解 就understanding 也就是说 无论我获得审美经验 无论我的科学 还是哲学 其实我们都是在使用我们的符号在构造着这个世界 我们创作一幅作品也是构造着我们的这个世界 我们去认识一个东西 在科学理论建构中 我们也在构造着一个世界 科学有科学家的世界 艺术有艺术家的世界 那么它都是我们的构造世界的工具 因此 无论你使用哪一种符号去解释 去创造 就刚才我们说的 叫represent as 就是在线为那种创造 隐喻本身也是一种改变用法 也是一种创造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被动的反应和模仿 都是一种创造 那么这种创造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我们赋予解释的过程 我们给他一个interprise 我们给他一个说明 给他一个解释 然后给他一个 就是重构的 给他一个重构的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到最后 其实我们构造世界的过程 就是让对象成为我们的对象的过程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这个很有意思 跟康德的那个构造世界 其实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我之所以认识一个对象 并不是因为一个对象在那等着我去认识 而是我让这个对象成为了我的对象 其实我认识这个对象的过程 就是我构造出这个对象的过程 那么康德门在这里面很类似 只不过他不是在康德的那个意义上讲 因为在康德的那个意义上 还有一个无字体那个世界 在康德门这那个无字体那个世界 就根本就不存在 所有的世界都是世界样式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我们去构造出一个世界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认识论意义上 我们就是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 就是重新对这个世界进行解释 解释的过程 因此他在认识论意义上 他改变了我们对知识和know的那个解释 因为know原来这个认知 就认识论知识 就是knowledge那个东西 他说那都是一个仓库 那就是一个被动的 我们去描述出来的一个仓库 他说真正的认识是一个动态 他不仅仅是我们对某一个东西 所得到的这样一种认知结果的 这样一种静态的这个结果的 这样一种仓库 而是一个不断驱动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构造世界的过程 就是我们使用符号构造世界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解释世界的过程 也就是我们推进对世界理解的过程 那么在这种意义上 所有的符号系统理性功能的时候 都具有理解世界的意义 都具有那个 understanding意义上的那个认知功能 所以说我们强调 Gottman讲的美学的认识论转向 其实他不是在 把这个艺术美学 转向那个传统的认识论意义上 或者在传统的认识论意义上 他这个美学就有认知功能 其实这个美学的认识转向 用二金教授的话 它是个双向 双向转 他既让认识论本身转了 就是从那个知识到理解 从knowledge到understanding的 这个认识论的一个变化 同时他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 美学就审美经验 具有认识功能 所以这就是第七 他讲的艺术与理解 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因此在最后的结论里面 Gottman表达出一个东西什么呢 科学 哲学 艺术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使用符号构造世界的样方式 他同样理行着构造世界的功能 也同样理行着理解世界的功能 因此也同样有着什么 认知的功能 因此在这意义上才有了 就是艺术哲学的 认识功能的发掘 而这种认识功能是基于符号功能 是基于把它视作一个符号系统 而把这个符号系统 纳入到整个Gottman的构造世界的框架里面 那么我们又是使用符号来构造世界 所以是这个大的逻辑框架 它是统一在这个里面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反本质主义 基础主义 以及包括它的构造主义 包括它的文明论 这些立场是组合在一块 它才有了第七艺术和理解的 区分 当然 Gottman并不完全拒绝 或者是排斥艺术科学和哲学之间 没有区分 那么这个区分是在于我们 使用符号的方式 或者符号理型功能的方式上的区分 而在于艺术本体论这个意义上 就是原艺术哲学 原艺术的这个意义上 那么艺术跟科学和哲学 并没有在 在那个层面上进行区分 而只是在符号理型功能的方式上 进行了区分 那么这个是 是Gottman最后的这个艺术语理解 里面说表达的意思 这里面我可能讲的比较多了 而没有根据文本来给大家去领读 因为这块它确实有个逻辑上的不良贯 它少了很多东西 它其实应该再加一张 中间再去有这种东西 然后才能可能通通向这个艺术 通向艺术 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关于这本书 我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吧 好像好像我已经失职了 我并没有去带着大家一点一点读这本书 我只是把这个结构 把这个书的这几块内容的关系 给大家阐述了一下 好的 小萌 那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的 杰老师 那个杰老师从这个书的这种体育的来源 译本的 以及整个的内容方面 给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高屋建立内容的概括经验 那么各位参与的这个同学老师 或者是我们这个同行 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我现在 这个静音已经打开 如果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好的 那有一位 艳开宁 那 这能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哎我我就是说 教授你好 我这有一个就是小的理解的偏差 就是想让您给纠正一下 就是就是您所经您经常说这个描述 就是对古德曼就包括你们 包括上课的时候 您经常说这个描述 当时我也没来得及问 就是这个描述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呢 还是就是说是古德曼符号学意义上的描述呢 呃 因为他我可能我不知道是哪一次课啊 因为在讲描述的时候 可能是从心理学发展那个系统里面去讲的一个传统的心理学描述的心理学和解释的心理学对吧 嗯那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 他可能更趋向于自我显现 就是现象学那个意义上的描述 哦那也就是说他这个描述的话 就是嗯怎么说就是对艺术的描述 如果按照那个符号学理论的话 他就仅指那个线就是在现象学领域来理解 而不是在符号学所表达的那种 对但是但是这个在在在郭德曼的那个符号学里面是可以可以这样理解的 因为我们说的符号学是 如果你你指的是是郭德曼他本身的这个符号 因为他是呃非语言符号都都在里面 那么他其实就是符号意义的自我显现 也可以这样理解 哦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知道了 谢谢您教授 那翔鹏我想提一个建议 这里面我不知道哪个是光光和凤老师 那是我老师 哦是吗是吗 那个那是光老师 光老师今天下午还在说我不知道在不在 因为我的英语全部是来自于光老师 哦光老师 咱们学校光老师 哦对 光老师 我想表达一个谢意 光老师您在吗 我 哎光老师应该在 应该在 哎对 哎好解除了 哎不太会玩 很高兴啊 我非常自豪 你看我教出来的学生 英语说的就是背包 我你 光老师你别吵我 我发音好好差的啊 我我只会读 我不会说 主要是有的时候 发音特别的菜 已经已经完全可以代表 我代表咱们河南大学教授的 英语水平已经足够了 哎呀 没学好 没学好 你没学好 是因为我没教好 你要是已经学得很好了 是你中学老师教的好 我不能堂为己工啊 谢谢光老师 谢谢光老师 哎看着你们进步 我们真是知道什么叫青出于蓝了 哎看我的学生各个的当着教授 当着院长 我心里头填的很 没有没有 光老师 你你坐在这可能都是受罪的啊 你哪有 你好好放松一下 我是今天跟你说一个失误 我后来发现我们大学外语那边也有一个讲座 我的一心两用 一会儿听听你的 一会儿听听那边的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不辛苦 我就是让你知道我尽管要退休了 但是我的求知欲还特别旺盛 没老啊 好谢谢光老师 谢谢光老师 好好好拜拜 大家晚 你们好好聊正事啊 好 那下面还有哪位 有问题 还是 还是这个燕凯宁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是我这已经听过了 好的 谢谢你老师 好的 那个如果没有其他 一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这次讲座呢 我们就 这次 这个读书会呢 就结束了 那么非常感谢 季老师以及各位同学老师的参与 呃我们下一次读书会再见 季老师你看可以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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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里面还有好多我的师弟王伟也在那那那那那你那一个教你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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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他已经开音了 他已经开了 王老师已经开过音了 开没了 师兄 师兄 我是来旁听的 师兄 我师兄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我的榜样 他一直做古德曼 我其实也是半路进来听了 之前有点事情 所以提不出什么问题 就听到一些学习一下 回头我们也推荐一下 因为这个读书会 皮斯堡学派这一块 确实王伟说的好的 欢迎各位老师和师兄来这大做讲座 好的好的好的 好谢谢 好的想看看还有其他的 应该现在还没有 我再看一下 已经解除静音了 其他的老师发言没有 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这次就结束 季老师你看还有其他的 好的没有了 咱可以再多交流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群里面的 谢谢基教授 基院长 给我们的支持我们高院院的这个 读书会的活动 因为我这一次也是倡促接这个 陈伟亮老师的这个主持 我确实不是非常的了解 您 请您见谅 请您见谅 好的好的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那你以后得多支持 尤其是咱哲学这一块 以后你多多支持 多多帮助 好的好的 我们这读书会才会越办越好 有您的支持我们才会越办越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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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老师 有不对的地方 大家多批评指正 有机会咱们再一块聊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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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